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阳的离心力 而只有向心力 可以使学习的向心力发挥出来 风水学上认为 南方 西南方等都是儿童房的兄位 这些房间会让小孩子变得好动 贪玩 无法专心学习 小孩子从脱离强保开始就不停地用手脚对世界进行探索 他们不懂什么叫安全 所以父母在布置儿童房的时候 应该尽量考虑到小孩的安全问题 比如窗户护栏不要太低 家具避免有硬质棱角 材料选择无毒无害等等 儿童的活动力强 所以装饰材料以柔软自然便于清洁为好 有利于安全又容易保持整洁 地面已铺天然的木地板最佳 避免石材和地毯 石材容易受伤 地毯容易吸附尘土 儿童房的用电要格外注意 小孩子的玩具 学习用具 很多都需要使用电源 不要在一个电源点上使用过多的电器 插座要尽量设置在儿童触摸不到的地方 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儿童安全插座 小孩子总是充满着各种幻想 他们不仅把自己的房间看作休息睡觉的地方 也看成是他们玩耍游戏的空间 当然也是他们学习的地方 稍大的孩子还希望房间能体现自己的个性爱好 小孩房间的布置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这些特点 布置成可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 父母在进行儿童房装修的时候 应该多听听孩子的喜好和追求 空间属性应该是多功能性和多变性 考虑到孩子们可以自己重新调整摆设 色彩对儿童的心理调节作用是很大的 它会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发展 零到三岁的孩子要用强烈的纯色 三岁以后 男孩可以用较为硬朗的色彩 女孩用柔和的色彩 一般来说 儿童喜爱的颜色是单纯而鲜明的 这些颜色成年人可能会觉得太鲜艳 但对天真的儿童来说 可以培养乐观进取的心理和坦诚 纯洁活泼的性格 绿色是平和的颜色 能起镇静作用 对消除疲劳和消极情绪有一定作用 蓝色环境能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到优雅安静 调整身体内环境的平衡 消除紧张情绪 虽然儿童房的色彩应该鲜明 但是并不意味着装饰要复杂隆重 相反 过分地讲究装饰和摆设 会增加有害气体的含量 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 儿童房间的墙壁上 千万不可放一些奇异形怪状的动物画像 或者打斗战争的图片 会给小孩的心理带来不好的影响 孩子的洋娃娃 动物玩具等 不要关在柜子或橱窗里 以免使他产生不健康的心理倾向 植物花草在儿童房内要慎用 因为儿童对花草的过敏比例 要大大超过成年人 而且有些植物物食后会中毒生病 灯光的布置也应该像孩子的想象力一样 有趣而随意 可以采用多种灵活的方式来布置儿童房的灯光 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 灯光的放置也有所不同 以适应孩子的玩耍 学习 思考 休息等不同需要 房间要有充足的照明 光线太暗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 灯光还应该让房间有温暖安全的感觉 有助于消除他们独处时的恐惧感 孩子的床和成年人是有所不同的 不能用成年人的床代替儿童床 如果家中只有一个孩子 床位应该与父母的床位相同 有助于父母与孩子感情融洽 如果是两个孩子 床的方向也应该一样 使他们有一种共同成长 和谐共处的感觉 小孩子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玩耍 所以要留出更多的空间 家具的选择和摆放要科学合理 组合式的家具占地面积比较小 比较适合儿童房 书桌也是儿童房里的重要家具 书桌不要放在阳光太强烈的窗口 背后不要对着门 不要放在横梁下 书桌和椅子的高度 要适合孩子的高度 否则会让它养成不良的坐姿 从而影响身体发育 另外书桌上不要堆太高的东西 不要放音响 要给孩子形成一个舒适安静的看书环境 从而增加孩子看书的乐趣和兴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